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东华海北天峰研究院 宾州华海北天峰医院承办的首届中医药治疗北天峰学术论坛 今天在敬礼龙众体型 我们到位的专业 国家中亚管理局副局长武刚同志 欢迎武局长 国家民政部原副部长李慧仁同志 欢迎李慧仁同志 中国中医药科技开发政策中心主任 莫文元主任 山东省中医药管理局武技标局长 欢迎武局长 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常务副会长周立孝教授 山东省宾州市卫生局副局长 崔丽东局长 欢迎崔丽东局长 我们到位的专家还有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院长武中特教授 中国中医科学院国安美医院皮肤科副副主任 华华教授 宾州市白天峰研究院首席专家 韩美海研究员 欢迎 华海白天峰医院院长 陈爱华院长 欢迎 国家工业管理局中和处处长陈伟处长 下面我们有请华海白天峰医院陈爱华院长 欢迎 在国家打力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政策的支持下 在政府主管部门 特别是各级中医药主管部门的坚强领导下 在同行业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一些优秀的科研成果和治疗技术正在造福国内光大患者 并逐步走向实践 中医药事业行业正以全所未有的自信走向未来 下面我们有请三中市兵州市卫生局副局长 村里中局长至欢迎此 欢迎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地举办全国统医药指点学术论坛 我衷心地希望通过这次论坛能够进一步提升和促进 并逐市来自整个白天后治疗技术的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各个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经过广大的中医药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中医药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中医药治疗白天风在多年临床实践当中呢 积累了丰富的防病治病的经验 我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吴崇尚教授为我们演讲 新竹学妹 新企划在面 新开教育社 这些理论呢 都是本人论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很传统的中医呢 应该是有这两大质子 我想主要是这两大质子 一个是去风 一个是活血 这可能在清朝以前 包括延续到今 也一直是用这种方法 始终还能用 去风的方法呢 这个在古代文献中呢 认证了很多 像《诸病院论论》 他认证了 黑白同时 就是飞行过程 然后这是给辩属与辩植相集合 辩序辩植会发生的变化 Liz make pH 2017 与飞行器 neighbor 断食业並被装食业 酸牙症幻性以前 准夀住白色 转天 según飞行器管瘴 Kayla 这只是飞行器羊肆口渐理相ặc 财足馆率的 Nadia 财食业owsfold But 进行伟极平章这个原则 我们请北京中央大学 东泽民医院的皮肤科主任医师 李应林教授发言 有请李教授 副手有价值的学识和观点 为及时白点后的病因病机器 指导临床开发用药 做了大量的工作 并且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 取了一个显著的成效 今天呢 我们与会的领导和专家 和学者 以及我们的医务工作者 共同发起 关于白点封患者的关注 和对白点封患者关爱的 这样一个倡议书 下面我们有请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 常务副会长 周律孝教授 代表我们大家 先读这本倡议书 关注白点封定 关爱白点封患 我们责物旁贷 让我们携起手来 共同努力 履行承诺 用我们的能力和智慧 耐心和真诚 让和谐社会的阳光 更加灿烂灵略 增进的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首届中医药 治疗北天峰论坛 就到此结束 再次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